2015下半年台湾整体市场将如何走向引发关注 瑞银证券资深分析师认为 下半年台股的基本面稳定 有可能在第三季反弹 瑞银今天举办企业论坛 分析师表示今年下半年将是台股反弹的契机 这个反弹到底能夺高 这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说 因为基本面是放弯的 但是还是蛮稳定 但资金面这个东西是非常难预测 第三第四季是电子业热剂 这场全球低利率环境下 台股殖利率仍有吸引力 将吸引外资目光 不过年底接近选举 加上美国升息的不确定性 第四季仍可能会有波动 昨天外资在15个交易日后 转卖为买 加上欧美股大涨 台股一度收复9400点关卡 至于上海股市在上周大跌13% 创七年来新高引发泡沫警报 但分析师认为 当初入股大涨的时候 对台湾有多少影响 如果它真的往下下去的话 对台湾有多少影响 这应该大概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而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 开始加速整合 台湾又直接面对红色供应链 分析师这样看 台湾的龙头公司 在2004年遭遇到中国竞争 我觉得当脱影而出 就是一个美丽湖别 蝴蝶瑞变的开始 所以这个过程是必须经历的 对于台湾半导体的话 龙头在这部分的优势 可能会越来越大 因为它是有能力 进入这个蓝海的市场 2015是危机也是转机 就看台湾怎么掌握机会 新唐人电视程会要 领域台湾特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